欢迎来到深夜怪谈 我们今天讲一个被抹去的塔里山的故事 塔里山位于中国浙江仙居 可以算是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了 一年夏天 一位登山爱好者和几个朋友相约去爬山 他们开车来到一座偏远的小山村 从导航得知这个村子叫塔里山 这是一个被山林围绕的小村庄 小到仅仅只有几栋村民建造的房屋 被一些支离破碎的田地包围住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登山爱好者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山坡 山坡上有一座废弃的村庄 村庄里的房屋都破败不堪 门窗紧闭 没有一丝声音 我们走进村子 四处张望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村子里很安静 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入村后让人感到兴奋 因为这里似乎十分古老 很多建筑虽然破旧 但是很有清末历史的痕迹 不过在墙上也写出许多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标语 这些标语完全破坏了建筑的美感 当然 这里还有些已经生锈废弃的浓耕器具 使得原本路过的他们 变成了四处拍照打卡的游客了 既然是废弃的村子 他们之中有一个胖子 带头进入了那些房屋之中 房间里很黑 胖子摸索住找到了开关 打开了灯 这里居然还有电 真叫人惊讶 房间里很简陋 只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和鸡巴椅子 不过奇怪的是 桌子上放住一个碗 碗里还有半碗米饭 还有一些吃剩的菜 与一杯茶 他们彼此互相看了一眼 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个村子看起来已经荒废多时 建筑上也长满了青苔 但是桌子上的饭菜 却似乎很新鲜 好像刚刚才吃完一样 登山爱好者 上前摸了下碗说 还有温度 这里一定有人住 他们为了想找到屋主 几乎走遍了整个村子 但是一个人影 也看不到 倒是每家的餐桌上 都有放住一些道地的菜饭 热腾腾就像刚做好一样 胖子转了一大圈 已经十分疲惫了说 既然没人 我们先吃点饭菜好饿 等村民回来 我们再付钱就是了 大家也都同意胖子的注意 但是登山爱好者 却什么也吃不下 因为他发现 虽然村子很小 但是他已经无法分清 哪里是来时的路了 加上天就快黑了 所以要想方法 尽快离开才行 而且在村子的角落 似乎还有一些 风条与白色的防护服 总觉得 这里实在太诡异了 等大家都吃完天已经黑了 可是依然无法离开这个村子 这时 大家发现 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 不过 对于经常登山的人 来说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 登山爱好者 拿出了自己的对讲机说 我们试试接收 看看附近有没有频道 希望附近的人 可以帮我们报警 当然 一开始与登山爱好者 预想的一样 一直都是那些噪音 完全找不到任何频道 可就在绝望中 登山爱好者的对讲机 居然接收到了一个模糊的声音 他迅速回应 发出了求救信息 他们很幸运 声音的主人 似乎找到了他们所描述的位置 并答应来救他们 然而 当对讲机里的人 到达登山爱好者形容的位置时 却只是一片荒芜的灌木丛林 大的塔里山村 仿佛从未存在过 连胖子与其他朋友都不见了 只有登山爱好者 自己躺在草堆之中 对讲机里的人 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默默地 将迷迷糊糊的 登山爱好者扶起 将他带到了车上 现在登山爱好者 虚弱到无法说话 手里紧紧地抓住那个对讲机 心里想到 怎么会有人这默巧就在附近 而且其他人和那个村子 都去了哪里 这时 登山爱好者看到了窗外 发现车病 没有走下山的路 而是继续开往山林之中 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 似乎来到了山顶 山顶上有一座庙宇 庙宇很破旧 不过似乎有人打扫过 讲机里的人停好车 将登山爱好者搀扶下来 这时登山爱好者才看清 原来这个 来营救自己的人 竟然是一位瘦弱的女性 登山爱好者立即问女人 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朋友和那个村子在哪里 女人指出山下的一个水库说 他们都在下面 登山爱好者吃惊道 怎么可能 刚刚我们还一起在 在村子里吃了饭 幸好你没有吃 吃了就回不来了 女人叹了口气说 那村子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做成了水库 所以村民早就全死了 登山爱好者还是不敢相信 女人继续对登山爱好者讲解 塔里山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 与世隔绝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 但是他们的男人因为娶不到老婆 所以就通过人贩子拐卖少女回来给村民做老婆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防止女人逃走中日被铁链锁住 甚至不给衣服穿 就像牲口一样养着 由于女人很稀缺 所以村民之间还会分享买回来的女人 但是这带来了传染病 就像是上天对村子的惩罚 因为村子过于封闭 所以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任何免疫力 很快疾病就散播开来 一发不可收拾 而当地政府并没有释出援手 而是怕病毒扩散而将村庄封闭 让村民自生自灭 没有医疗不说 就连基本民生物资都极其缺乏 村子四处被封 到处都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 如果有人要逃跑就回 被抓住甚至打死 这时的村民十分绝望 有位长者用自己最后一口气喊出 当我们都到灾害时 政府不是来帮助我们 站在第一线的永远都是警察 后来因太多亡生者 除了病死 很多都是因为政府长期封锁活活饿死 和无法出村被打死的 所以政府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水库 目的就是将所有事情埋藏在水库之下 消灭所有政府的不人道行为的证据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登山爱好者追问 女人叹气道 雨水一天一天淹没了一切 你能下去帮我解开锁链吗 今天的深夜怪谈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